哈喽大家早上好 这是我们待在宠里的第几天 第五 第四天第五天是吧 你看今天早上起来 这个冰还是有点厉害 都是冰花 然后刚才我在里抽窗了 你看我们汽车的挡风玻璃都结霜了 昨天晚上是有点冷的 结果呢就在今天 这款液化器用了 我们是周一 周一晚上9点钟开的 然后中间也停了一段时间 就是比方中午的时候 天气热就关一下 今天已经是周五早上了 这款液化器终于用完了 早上我们是觉得热 然后我一摸暖气是凉的 走 我们看看那个警报器 显示屏上面是不是 也显示那个啥 你看这个灯是红的 然后就说明 这个就是表示液化器用完了 另外得把这个液化器换一瓶 哎呦喂 车里拿个手套吧 戴上工具手套 手套都动硬 其实像这种位置啊就是换这个液化器换啊 真的是操作起来还是挺费劲的 必须得熟练才行 要不然啊真的拧半天拧不进去 好了 然后去前车看一下 现在还是这个显示把它关掉 关了 重新开一下 冰箱因为没有液化器了所以它也跳了 看一下重新启动一下 好 它也看不闪了 就说明它已经正常工作了 那就趁现在烧水的时间 我把这个小崽子先溜了 一会再回来洗脸刷牙 KK又出门滑雪去了 Tony我们要开始吃饭了啊 别激动别激动 今天呢我们要拌一点小肉肉 这是给Tony背的牛肉 然后 Tony的狗粮 来自己打开 Tony自己打开快点 我一只手不方便你来自己打开嘛 用小牙齿咬一下快点 咬一下 来来来咬一下 这笨蛋 哎呦 Tony的两棍狗粮 等一下啊 他可聪明了 每次我让他等一下他就知道有家餐的 等一下 你看 这不是有菜吗 拌一拌 好了好了 慢慢享受Tony的午餐 好吃吗 哎哎哎 给个回应好不好 好不好吃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我的家务活了 把这些早餐吃过的都给他收拾一下 洗洗碗 等一会儿阳光再下去一点 就可以去打水了 其实我吧就不是特别喜欢 滑雪所以基本上都是陪着KK来的 哇我们现在到这个假期站了 然后他们家养了好多狗啊 看着都挺吓人的 不敢过去 现在马上就能冲吗 啊多少时间一罐能冲好啊 几分钟啊 几分钟啊啊 好好好 他这边的气势 顶丸特别好 比较耐烧 他得另外买一罐 啊 啊这边好清凉的那种 冷冰冰的感觉 现在是零下十一度 大家看一下哦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对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对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 到时候直接把罐拿回来就行了 啊 或者是让那个送罐的人来送行不行 也一样啊 啊 披发燃气 你看看能不能装得下 哦一下那么多罐 能装下吗 看一下多少钱跟老板算一下 我们刚刚去拿完燃气 然后过来吃一下这个 呃大众点名上 屏分比较高的一家 就是牛 这叫啥牛棒骨头 啊牛骨头 对我感觉好大呀 老板说让我们先来两块 这一块骨头有多大 但看起来好像肉费不是特别多 其实是什么味道 这不是肉多 这种算法 这种算法倒是挺合适的啊 你吃多少算了 我刚才都没整明白 到底是怎么算多少钱一斤 意思是骨头 骨头拿过来先撑 吃完以后它再拿过去再撑一下 就吃了多少肉 15块钱一斤 吃多少算多少 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嗯 这种有点吃起来有点像是骨头 这是牛筋 嗯 嗯 你这个铜骨大 里面都是骨髓 嗯 这边这边那样 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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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管它 吃肉了 感觉我们俩的是吃肉 吃肉 吃肉的话就觉得吃不饱 吃不饱 吃不进去什么东西 但它又饱了 喝两口汤都饱了 好 好 嗯 这个这个不错 吃完蛋 上车了 哇 我觉得两个人吃109还真挺便宜的这个地方 嗯 它这不贵 嗯 下一次我觉得还是点那个什么 里什么鸡 鸡什么肉 比较好 那个棒骨肉 有肉的那种 对棒骨真的是不好啃啊 就我们的牙口 不是 我觉得不是单单好不好啃的问题啊 而是因为它这个棒骨啊 都是金 全是金 完了以后吧 我就没怎么吃 我就感觉自己已经饱了 哈哈 因为太油了 嗯 然后吧 吃的全是那个牛筋 好在啊它就有一点是它烧的还是比较软 要不然像咱的牙口估计都咬不动 对 走了回家